尽管竞选还没有开始 但是所有海盗都已经把道格拉斯视为了骷髅党的第一党魁 什么审了 简直是连作为陪衬都不够资格 终于道格拉斯西伦演讲完毕 几万海盗疯狂的打自己的战刀 拼命的高呼 道格拉斯道格拉斯 党魁道格拉斯完随 都还没有开始竞选呢 所有人都已经高呼党魁道格拉斯了 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没有悬念的一次竞选了 因为这动静闹得太大了 把无数的海怪都吸引了过来 不计其数 几万几十万之巨 密密麻麻的站在港湾之外的海域上 看上去让人毛骨悚然 仿佛要彻底淹没了整个海湾一般 但是他们不敢进来 这个港湾的女王大坝 就是一个天人的神圣屏障 无数海怪都不敢逾越 所以几万海盗就算是见到了大坝之外 海域的几十万海怪也完全是见怪不怪 虽然这无边无际的海怪 处立在海面上实在让人惊心动魄 但是也不是第一次见到了 若不是这个女皇大坝拦截整个海湾 那整个骷髅党舰队都要粉身碎骨了 道个拉死万岁 万岁 无数海盗接着狂呼 让外面海域上的海怪越来越多呀 十几万 二十几万 三十几万 而且是越来越多 最后 无数海怪遮天蔽日一般 如同木日军团 杰克堂高呼 安静 安静 请听沈浪殿下的演讲 瞬间 所有海盗的欢呼停止了 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片刻之后 无数海盗又开始喝倒彩了 滚开滚开 小白脸 你不够资格成为骷髅党 你不配和道格拉斯殿下相提并论 滚开 你没有资格成为洛基陛下的儿子 无数海盗开始驱逐沈浪 根本不愿意听他的演讲 因为他觉得沈浪 出来和道格拉斯竞争 竟然是一种侮辱 然后 无数骷髅党海盗狂虚呀 而且全部捂住了耳朵 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听沈浪演讲一个词 而旁边的海拉几乎要欺诈了 恨不得拔刀杀人呢 安静 安静 你们不要羞辱洛基殿下的血脉 杰克堂怒吼 然后所有海盗停止了 旷须 也没有继续捂住我耳朵 但是每一个人都比划出一个手势 拇指朝下 我的演讲啊 一个字 一句话都没有 在这里 我也要教会大家一个新手势 沈浪朝着几万海盗竖起了两根中指 然后大呼 这个叫星星 哦 意思是我星星星星星星你们所有人 这话一出啊 所有骷髅党海盗惊呆了 不敢置信的望着沈浪 哎呀 还有这样的人呢 当众羞辱所有人 什么星星 啊 键牌上的星星 沈浪怒吼 你们看似勇敢 其实懦弱不堪 当党魁安齐拉陛下为拯救你们 选择牺牲自己进行海葬 你们有人阻拦吗 啊 有人拦阻吗 没有 没有啊 你们明知道是杀龙巴斯的流言 却依旧任由安齐拉陛下海葬牺牲自己 去为了那条邪恶的大章鱼 你们号称自己勇敢 号称自己强大 其实就是一坨狗屎 动不动每天都要自杀的狗蛋 啊 需要别人拯救的狗蛋 沈浪接着朝着道格拉斯往来 道格拉斯西伦殿下 上一代骷髅党魁安齐拉为了拯救骷髅党 选择了牺牲 选择了海葬 那么我请问你 你有这样的气魄 有这样的胸怀吗 你有为了骷髅党而牺牲的胸怀吗 沈浪猛地一指外面大海的巫术海怪 然后大猴 外面有多少海怪 二十万 三十万 道格拉斯 你敢跳下去海葬吗 你敢为了骷髅党军团海葬吗 你敢证明你是海神吗 你敢证明你自己是天选之人吗 道格拉斯 你敢跳下去吗 大坝之下 几十万海怪 接着吼 我敢呢 我当然敢了 然后沈浪猛地后仰 朝着后面大海跳了下去 朝着无数海怪大军跳了下去 我会向你们证明 我才是真正的海神 我才是骷髅党的天选之人 沈浪一边高呼一边朝着海面坠落 与此同时 无数海怪争鸣着张开獠牙和利爪 疯狂地扑了上来 如同潮水一般地将沈浪给淹没了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大坝上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沈浪就已经一跃而下了 片刻之后 就消失在无数海怪群众 然后死一般的寂静 沈浪的举动狠狠地抽打了在场所有人的一个耳光 撕开了他们的面皮 你们骷髅党舰队是非常强大 但是至少现在绝对算不得是荣耀的 刚才沈浪的话说得很对 当时第二党魁传播留言 说他们之所以被困在这里 是因为被海神波赛东给诅咒了 因为这片失落国度废墟 是传说中的海神之墓 安吉拉为了给江雷陛下复仇 所以带着骷髅党舰队来到了这里 惊扰了海神的安宁 所以才降下了诅咒 这种荒谬的留言 很多人心中难道当真了吗 并不太当真的 但是为何还会流传开来 因为很多人心目中对安吉拉不满 觉得他一意孤行把所有人带到这里 才会遭遇这场劫难 安吉拉强硬地击败了第二党魁 杀龙巴斯 并且将他给流放了 但是他是极度傲慢之人 所有人都觉得他应该去死 应该海藏 那么他就去死好了 当时有人阻止他吗 或许有 但是有多少人阻止了呢 还不是眼睁睁看着安吉拉去死 奢望着死 他能够解除这个诅咒 能够拯救大家 当一个人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牺牲之上 那如何谈得上是什么荣誉呢 如果沈浪只是空口白牙的话 那他也没有权利指责骷髅党 但是他也跳下去了 刹那间他就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处 狠狠地删打所有人 所以在他跳下去的那一瞬间 无数海盗震撼的毛骨悚然 仿佛累积了一般 全身麻痹啊 然而最最站立的不是海拉 在沈浪跳下去的那一瞬间 他仿佛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紧接着他全身无法动态 甚至也哭喊不出声来 无边无际的痛苦涌现了全身 这让他回忆起当年的母亲安吉拉 也是当着无数海盗的面 跳下去海葬仙寂 也是那么的突然 让他毫无防备 就永远地离开了他 同样的痛苦 现在又要经历一次吗 上天已经夺走了母亲 又要夺走他的弟弟吗 海拉咬牙出血 指着大坝上所有的海盗 嘶声地说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 你们这群懦夫 这群被逼的懦夫 就算变成厉鬼也会诅咒你们 然后他也猛地纵身一跃 从百米高的大坝上跳了下去 母亲的离开已经让他彻底崩溃 现在弟弟再次离开 他的世界就彻底毁灭了 不用活了 一起去死好了 然而海拉刚刚跳下去十几米 就被拉住了 停止了下坠 因为杰克堂叔叔也跳下来 抓住他的手臂 他的甲支铁钩钩在大坝之上 不断地往下滑落 放开我 让我去死 海拉拼命地嘶吼 拼命地挣扎 杰克堂抓住海拉的手臂不放 沙哑地说 我的孩子 就算你不活了 那也等到确定神老死了 你再许死啊 怎么活 怎么活 都被无数的海关淹没了 还怎么活 如果不是你们这么讥讽他 不是你们这么坠捧那个垃圾 他会掉下去吗 杰克拉斯 你这个垃圾 你这个狗屎一般的东西 有本事 你也跳下来啊 你敢为骷髅党而牺牲吗 你这个垃圾 你们这群垃圾 无数人的目光望向了 道格拉斯西伦 当一个愿意用死去指责你的时候 那就完全无法辩解了 现在道格拉斯西伦 想要证明自己的勇敢 想要证明自己愿意海葬的话 就必须也跟着跳下去 但是怎么可能呢 他道格拉斯还有大好的人生 怎么可能做出如此荒谬愚蠢之事呢 不过他也是聪明绝顶之人 当然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去指责一个死者 他摘下帽子 朝着沸腾的大海 供慎行礼 沈浪格下 你虽然手无腹肌之理 但是你的勇敢和无尾 还是得到了我的尊敬 这个举动 让他挽回了些许的颜面 至少他还是充满风度的 众多海盗首领也摘下自己帽子 朝着沸腾海面供慎行礼 表示对牺牲者沈浪的敬意 并列第三党魁的海王忽然说 沈浪格下非常勇猛无畏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强大而又睿智的领袖 这样才能带着我们脱窥 这样才能带着我们回家 而这个人毫无疑问 就是道格拉斯殿下92章 他说这话就太有意思了 几乎是在指责沈浪空有一股血气 却是愚蠢无比 如今沈浪已经死了 那我们就继续投票吧 又剩下道格拉斯殿下一个人了 这个投票还有必要吗 是不是可以直接宣布了 揭开叔叔 就由你来宣布逼党魁吧 海拉四声地说 海王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我弟弟尸骨未寒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要推你的主子上位了吗 那怎么办 会在这个大坝上大哭三铁散叶吗 我们骷髅党已经没有泪水了 我们已经被困在这里十几年的时间了 而且是谁把我们带入这个绝境 是你的母亲 终于说出心里话了 终于说出来了呀 对 是我母亲把你们带到这处绝境的 所以她用一丝还债了 但又是谁给了你们生命 尤其是你和海蒙 是不是我母亲拯救了年幼的你们 那你们还了吗 你们对我的母亲 对我弟弟的死无动于衷 这没什么 但是以后 千万别再说自己是骷髅党 丢人 丢人 海王是冷冷地说 杰克堂叔叔 我们今天的推选是不是要继续 我们今天还走不走 最佳的时间就要过去了 杰克堂抓紧了海拉 然后说道 孩子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能感受到无比的震撼 我年纪大了 已经不怕死了 但是就算是死 我也有义务把骷髅党带出去 你懂吗 我懂 我懂得很 所以你放了我 让我跟着弟弟 一起葬身于大海 葬身于海外腹内啊 我是不会放的 我失去了洛基 失去了恩琴拉 再也不会失去你了 杰克堂叹息 然后他高声呼喊 请选继续 投票继续 随着杰克堂一声令下 投票开始了 不必写谁的名字 每个海盗手里面拿着一块石头子 想要选谁 经过谁的面前 把石头子啊 就放在那个人面前就是了 大坝之上 无数海盗乌声乌声地走过 把一个又一个的石头子 放在了道格拉斯西轮的面前 就在这个时候啊 忽然海面直上传来了一阵阴森的大笑之声 竟然是沈浪 所有人探头望去 然后见到了真正毛骨悚然的一幕 沈浪竟然没有死 刚才他跳下去 距离海面还有十几米的时候 无数的海怪就冲上来 将他撤离淹没了 这个画面大家太眼熟了呀 每当有人被海怪淹没的时候 你不要说死不全尸了 就连一根手指头都不会留下 都会被吃得干干净净 然而现在 沈浪非得没有死 还有更加惊悚的一幕 无数海怪竟然仿佛见到鬼了一般 疯狂地离开 整个海面再次沸腾了 不计其数的海怪潮水一般退去 几万 十几万 几十万的海怪 纷纷避开 以沈浪为原心 几百上千米半径之内撤离空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群海怪为何不杀了沈浪 也不吃沈浪 甚至还很怕的 沈浪穿着特制的滑翔衣 努力地飘在水面上 他必须穿滑翔衣 否则从那几百米高度跳下来 就算砸在水面上 也是必死无疑 他这么精致的身体 直接就粉身碎骨了 所以需要用滑翔衣缓冲一下 不过他多虑了 因为他并没有砸在海面上 就已经被巫术海怪给包围了 来呀 吃我呀 来吃我呀 海怪妹妹 来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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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怪招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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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朝着大坝之上 所有人耸了耸肩膀 大家看到了吗 我沈浪就是海神呢 无数海怪都对我敬畏如神 只有我能拯救骷髅党 只有我才是骷髅党魁 而就在这个时候 海拉喜极而泣 然后就高呼 说呢 沈浪你小王八蛋 我弄是你 这句话海拉说的是中文 口音有点怪 海拉快来一个人 你把我拉上去 沈浪高呼 齐克堂松手 海拉直接跳了下来 如同美人鱼一般 自是优美的入水 换成其他人的话呀 早就砸在水面上摔死了 但是海拉半点事情都没有 只不过 跳下来要距离远一点 距离沈浪远一点 否则一表心将弟弟砸死了 就乐即生悲了 入水之后 海拉朝着沈浪游了过来 直接搂住他鼻子 鼻子想话没人脖子 然后又紧紧地抱住了他 混蛋 我差点以为要失去你了 在东方世界 你也是这么混球的吗 海拉就问呢 然后她背着沈浪游到了大坝之下 手脚并用地往上爬 速度飞快 那这就牛逼了呀 这百米高的大坝 如同悬崖峭壁一般几乎无处着手 他竟然这么轻易的就爬了上来 回到了大坝之上 一切都变了 无数海盗望着沈浪的目光 充满了敬畏和神秘 太牛逼了 这可是诅咒海域的海怪呀 他们战斗了十几年 付出了几万人的伤亡 幸亏这些海怪不敢上楼地 否则骷髅党军团早就全军覆灭了 他们心中无比仇视这些海怪 但是又有一种绝望的感觉 因为海怪太多了 根本就杀不绝 现在沈浪坠入了几十万海怪之中 不但安然无恙 而且这些海怪竟然对他畏惧如神吗 沈浪来到了道格拉斯西轮身边 缓缓地说 哎呀 道格拉斯阁下 你很了不起啊 竟然弄出了一个海市蜃楼大光幕 让无数海怪每天盯着光幕看电影 然而我却不一样 我走到哪里 海怪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 因为我是海神的化身 所有诸位骷髅党 不把票投给我 更待何时啊 只有我才是你们的救世主 只有我才是你们的主君 为何会这样啊 这些海怪为何会对沈浪避之如鬼啊 是因为海神是沈浪吗 或者是沈浪海神上身了吗 当然不是 还是因为他的血液啊 他的血不是太逆天 而是太毒了 浮屠山的超级蛊虫进入他血液之后 死光了 火神叫的几十万只地狱火虫 把神秘的物质注入沈浪血液之后 毫无反应 结果他们却自己死光了 这些海怪也是如此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撕碎沈浪 沈浪就割开了自己的血脉 让鲜血喷射了出去 结果这些海怪就纷纷跑光了 他们对沈浪的血充满了无比的畏惧 仿佛诅禁忌一般 还记得当时木兰的船只进入魔鬼大三角吗 也有无数海怪冲上大船 有一只海怪直接要将神叶小宝宝一口吞下 结果还没有划破他娇嫩的皮肤 就直接呆了一下 然后就再也没有下口 因为神叶宝宝继承了沈浪这诡异的血脉 沈浪的血脉不是太神 而是太毒 这些海怪不敢碰 事实上 这一点沈浪昨天就发现了 海拉抱着他从海上狂奔 释放出强大的斗体 横冲直撞 但是那是无数的海怪啊 沈浪怎么可能毫发无损呢 只不过这些海怪还没有触碰到沈浪 就已经嗅到了他身上诡异的气息 所以就停了下来 海拉没有发现 但是沈浪自己却发现了 这证明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他的血液对于这些海怪来说 也如同诅咒一般 所以他才上演了这惊天的一幕 仿佛海神附身一般 海王内心也充满了震撼 仔仔细细看了沈浪好一会儿 然后大声地说 想要脱困 想要逃离这里 光惊一下海怪还是不够的 海怪的麻烦 道格拉斯殿下已经解决了 关键是如何解除那个诅咒 使得我们舰队能够离开这里 而不再是无数次航行 依旧回到原点 永远无法离开这片诅咒海域 海王这算是说到重点了 拯救骷髅党舰队 关键还是在离开这里啊 道格拉斯殿下 您能够带领我们所有人离开这里 返回家园吗 你们很多人在骷髅党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道格拉斯西伦说 我能够做到 我当然能够做到了 我会完完整整地把你们从车里带出去 返回西伦大陆海域 返回骷髅党 然后我对你们的就毫无所求了 我根本就不会强求你们加入西伦帝国海军 你们依旧可以做海盗 依旧可以纵横整个海洋 我来这里唯一的目标就是拯救 等我完成这个使命之后 就会离开回到帝国任职 因为我要对我母亲有所交代 你们哪怕是海盗 但是也是西伦王朝的子民 我必须对你们有所交代 大家听到了吗 道格拉斯殿下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所求 拯救你们之后 不需要任何的回报 不需要你们效忠 依旧给你们自由 接着海王朝着沈浪说 沈浪殿下 你能够拯救骷髅党吗 你能够带着我们离开这片诅咒的海域吗 当然可以啊 那我们就暂时相信了 那么请问沈浪陛下 一旦你拯救了我们 你对我们会有所求吗 当然了 这个世界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如果一个人别无所求 那不是因为他高尚 而是因为他所求太大 以至于说不出口 哎 这句话仿佛有些耳熟啊 好像不久之前刚刚有人说过 对 是在亚马逊国度 那个大吉师对神浪说的 我一旦拯救了你们 那你们就必须效忠我 天下没有不要钱的 九百九十三张 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 那么请问 我们效忠你做什么呢 杀回东方世界 为我报仇血恨 他这也是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在亚马逊女王国度 他装的是无比高尚 我只是为了拯救亚马逊 也没有任何条件 我什么都不要 结果挨打女王给了他更多 不但把八千五事给他 甚至把自己都给审浪了 那是因为亚马逊是高尚的 他们不愿意亏欠任何人情 你越高尚 他们的回报 哎 就越丰厚 但是这群骷髅党海盗可不是这样啊 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是江黎创建的 千万别因为他们是世界第一海盗 就对他们的人品抱有巨大的期待 你见过哪个海盗是高尚的呀 否则江黎在这里的名字 也不会是洛基了 那可是狡诈之神呢 他要是拯救了骷髅党海盗 并且对他们说 我不需要你们任何回报 那他们真的会拍拍屁屁 然后走人 真的什么都不会给你 海王大声的说 那现在的局面已经非常清楚了 道格拉斯殿下拯救骷髅党 没有任何条件 事后愿意给予你们绝对自由 而沈狼殿下如果拯救了你们之后 却需要你们效忠 你们必须为他而战 成为他的英权 王大带了骷髅党武士 自由的骷髅党 你们应该做出选择了 海王的话居心叵测 但是沈狼没有阻止 因为现在把话说开了也好 丑话说到前头吗 杰克堂高呼 投票 正是开始 选择谁 就把石头子放到谁的面前 海拉第一个做选择 他把一个石头子放在沈狼的面前 然后站在他的身后 目光灼灼地盯着巫术骷髅党群众 反复要用他的目光逼迫他们选择沈了 海王也是选择了 他把石头子放在了道格拉斯面前 并且站在他的身后 安琪拉的养女 海拉大姐海梦 站在两个人面前犹豫片刻 但是最终还是走到了道格拉斯面前 把石子给他 并且站在他身后 安琪拉死了之后 沙龙巴斯被放逐了 骷髅党就剩下四个首领了 如今两个人都站在了道格拉斯后面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吉克堂的脸上 等待着他的选择 他可是骷髅党的绝对老人 一开始跟随洛基 后来跟随安琪拉 不管谁上位 他都是骷髅党舰队的第二号人物 所以他的选择太关键了 会影响一大批人 吉克堂闭上眼睛 仿佛陷入了生死抉择 不知道该选沈浪 还是选择道格拉斯 全场竞技 甚至所有人都没有投票 都在等待着吉克堂的选择 整整几分钟后 吉克堂睁开了眼睛 他拿着石头子走到了道格拉斯面前 道格拉斯向吉克堂行了一礼 而海王脸上都出了得意的笑容 海拉目光愤怒地望着吉克堂 这是太让他失望了 吉克堂叔叔不是父亲最忠诚的部下吗 他还是一个东方人 应该效忠自己的少君呢 结果他却选择了道格拉斯 这个世界竟然如此丑陋的吗 然而吉克堂把石头子给了道格拉斯之后 他自己却站在了神浪的时候 李志告诉我应该选择道格拉斯殿下 我觉得他能够拯救骷髅党军团 我作为骷髅党的第二党魁必须任何时候都把骷髅党的利益放到最前面 但是我本人却愿意追随神浪殿下 哪怕去道山火海 吉克堂单膝跪在神浪面前 主君请接受老臣的效忠 这句话他说的是中文 所有人都惊呆了 啊 吉克堂竟然是这样的选择 票都投给了道格拉斯 但是他自己却追随神浪 你们继续投票吧 几万海盗依次上来进行投票 和神浪想象中的一样 选择道格拉斯的人更多 他面前的石头子越来越多 他背后站着的骷髅党海盗也是越来越多 当然了 有选择神浪的人 大概是道格拉斯的十分之一左右 局面已经非常清楚了 选择道格拉斯的人 内心已经失去希望了 只想要稳妥 只想要安安静静地回家 不愿意再抱什么任何幻想了 也没有理想和浪漫了 而选择神浪的人 内心依旧愿意相信奇迹的发生 依旧愿意疯狂地冒险 血仍然未冷 他们人数虽少 但是却无比珍贵 整整几个时辰之后 投票结束了 道格拉斯依旧是遥遥领先 甚至不需要计算票数了 沈浪大概预估过 总共六万骷髅党海盗 选择道格拉斯的是五万三 选择沈浪的仅仅只有七千人 吉克堂叔叔 现在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道格拉斯殿下胜出 他就是亲的库洛党第一档魁 对 看来是这样了 在此 我正式宣布 道格拉斯西伦殿下为库洛党第三代最高党魁 如果换代之前 肯定有无数人欢呼鼓舞 但是现在却静静无声 道格拉斯殿下万岁 库洛党万岁 海王是高呼 紧接着 其他海盗也跟着高呼 道格拉斯殿下万岁 道格拉斯西伦攻身行李 我的荣幸 接下来就是我履行诺言的时刻了 拯救库洛党 带着你们离开 祖州之海 带着你们回家 万岁万岁 无数海盗很努力地高呼着 而就在此时 海面上那个骑警再一次出现了 巨大的海市神楼 出现在百里之外的东方海域 纵横千里 连接着天空和海面 这一幕真的仿佛神迹一般 难怪无数人都会相信道格拉斯 因为这个海市神楼光幕骑警 那确实是他来了之后才有的 而且这骑警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道格拉斯仿佛神指一般 双手高举 仿佛是以他一己之力将整个海市神楼 给拖起了一般 海面上无数海怪见到这个光幕出现之后 潮水一般离去了 全部朝着海市神楼光幕涌去 还是和昨天一样 几十万 几百万的海怪聚集在海市神楼光幕面前 抬头仰望 仿佛彻底沉迷其中 对周围的一切都制作网闻 甚至翻船撞到他们也没有反应 而且一边看一边流大鼻涕 又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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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 转眼之间 这片海域彻底清空了 无数海怪全部消失了 这样的情景一直会持续到夕阳西下 整整有十个小时左右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了 骷髅党的兄弟们 我这就带着你们回家 我这就拯救你们 回家 无数海盗是热泪盈眶 终于要回家了吗 他们相信新党魁道格拉斯殿下 一定能够做到 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那么道格拉斯有把握吗 他真的有把握 因为两个半月之前 噩梦山爆炸 引发了一连串的海底地震 仿佛连锁反应一般 当时神浪拯救了亚马逊国度 但是却不知道 其他地方的扇古废墟的能量核心也炸了 一连串炸下来 严明了万里之外 包括这片诅咒之海 也发生了地震和海啸 因为千里之内发生三个大爆炸 级别就相当于亚马逊大金字塔 那个能量级别 而就在那个时候 这片诅咒海域的能量场发生了变化 之前鬼打墙的一幕消失了 埃拉成功地逃离出去 成为了唯一离开诅咒海域之人 所以 阿道夫和道格拉斯都断定 想要拯救骷髅党舰队 想把他们带离这片诅咒海域非常简单 只要再一次引爆一个上古能量核心 再一次引发地震 那就足够了 而且还不能立刻引爆 需要定时引爆 等骷髅党舰队航行一千里之外 到达诅咒海临界点的时候 再引爆上古能量核心 那么哪里有上古能量核心呢 很多的 这个失落国度废墟有好几个 引爆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至于如何引爆 别人不知道 道格拉斯是知道的呀 上古文明对于别人来说是绝密 但是对于他来说 却只是一个知识而已 索伦大帝得到了白金和火神教的知识 这两个超脱势力 对于上古文明都有颇深的了解 其实审浪也差不多是这个想法 引爆一个上古能量核心 制造地震 然后就能破解诅咒海域的能量怪圈 脱离鬼打墙 成功脱困 所以 道格拉斯几乎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因为事实证明过了 回家 回家 无主海盗纷纷登上了骷髅党的舰船 开大坝之门 随着机关按下 这个巨大的女神大坝 缓缓地开启了二十扇举门 缓五十米 高三十米的举门 什么力量能够开启这样的举门 那肯定是上古能量核心呢 随着大门开启 骷髅党舰队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女荒港湾 撒欢一般地进入了大海 开启了回家之路 几百艘战舰铺开在那海面上 遮天蔽日一般 走 回家 到格拉斯党回湾上 整整两个多时身后 最后一艘骷髅党舰队离开了女荒港湾 排列着强大的阵型 先朝着西边而去 然后在北上 这样就算天黑之后 也能够避开大面积的海怪大军 但是还有七千人没有离开 还有一百多艘船没有离开 因为他们选择了沈浪 虽然没有公开输出口 但是骷髅党已经正式分裂了 五万三千人选择效忠了道格拉斯 七千人选择效忠了沈浪 沈浪阁下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依旧是完整的骷髅党 你们的舰队 可以跟着我们身后离开 这话说的 好像我要蹭你们回家的光一样 不用了 谢谢 祝你们一路顺风啊 道格拉斯朝着极客堂说 唐先生 你确定不和我们一起离开吗 我选择效忠了少君 但是我祝你们一路顺风 返回家园 祝你们成功拯救骷髅党 道格拉斯是弯身一礼 再见 或许永远不见 道格拉斯西伦是沈然一笑 然后猛的从女皇大坝跳了下去 下面就是骷髅党舰队的旗舰 一艘超过了三千吨排水量的超级巨舰 让沈浪垂扇三尺的梦幻船舰呢 船底包着铁甲 而且还有上百个巨型的射击孔 不过里面不是火炮 而是巨型强弩 这艘船若归了沈浪 稍作改造 就可以直接作为火炮战略舰了 再见 再也不见 道格拉斯挥了挥手 然后骷髅党旗舰风帆全满 朝着西边航行而去 越来越远 沈浪望着这些舰船不断远去变小 成为一个黑点 最后完全消失了 骷髅党主力走了 被道格拉斯带走了 剩下七千人静静地望着沈浪 他们选择相信疯狂 相信奇迹 依旧留在这个绝望之地 他们的选择可能面临着死亡 因为道格拉斯发现了最后一个仓库 里面那些美酒粮食 几乎都被吃得差不多了 剩下大部分也被带走了 留下来的不多 只要是吃完 那就要面临断粮了 到了那个时候无法离开 只能活生生地饿死 只有最勇敢最疯狂的海盗 才会在这个时候依旧跟随着沈浪 海拉牵着沈浪的手 来到了大坝的角落斯坦 就这么让他们离开了吗 那可是我们的骷髅党 我们的舰船 没有这支舰队 你如何才能杀回东方世界去 海拉 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吗 你要打脸道格拉斯 你要打脸整个骷髅党所有人 但是今天 你已经打脸了呀 今天这一幕算是什么呀 我知道道格拉斯的计划 引爆一个上古遗迹能量核心 造成海底地震 破坏这片诅咒海域的 诡异的能量场 打破龟大墙 曾经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这一定会失败 第一次成功 但是第二次就有防备了 所以道格拉斯的计划 一定会失败 到时候 他们辛辛苦苦航向了几千里 换天洗地地以为 逃离了这片诅咒海域 结果还是回到了原点 他们会是何等的绝望啊 是不是觉得道格拉斯 欺骗了他们 然而 我却真正的 有办法拯救骷髅党 带着所有人 离开这片诅咒海域 只有我才能真正摧毁 这个诡异的能量场 那这个过程复杂吗 艰辛吗 不复杂 非常直接 你想象一下啊 当他们彻底绝望的时候 我就成为了唯一的救世主 那些选择道格拉斯的五万人 那都要跪在我面前忏悔 请求我的原谅 跪着请求效忠我 成为我的应选 到了那个时候 会是何等之爽啊 何等之完美啊 我还要感谢道格拉斯呢 若是没有他的配合 我征服骷髅党之旅 岂能如此圆满 等着吧 很快的 再过十二个时辰 道格拉斯就会绝望 那五万多个 骷髅党就会绝望了 与此同时 失落国度废墟 最西边某个海底的某个小型金字塔内 哄哄哄哄 这个小型金字塔猛的爆开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裂口 这不是爆炸 而是活生生被人击穿了一个大洞口 然后 一道身影猛的从海底金字塔钻了出来 直接冲出了海面 一头金发 绝美无伦的面孔 拥有魔鬼一般的身材曲线 它才是天使面孔 魔鬼的身材最佳的权势 在海底通道走了一万多里 杀了一万多里 走了几个月 终于走通了 不过 这里是哪里啊 难道我从一个坟墓 走到了另外一个坟墓 这个女人是谁呀 当然是沈浪朝思暮想的另外一个姐姐 海伦公主 海伦的一生是真正战斗的一生 她是整个西伦帝国唯一的嫡系继承人 但是某种程度上 她也是一个私生女 她的母亲并没有嫁人 却生下了她 而且还有明显的东方人印记 她有一头金发 但是一双眼眸却明显有着东方人的特征 完全无法掩饰 当然了 她也从来都没有想要掩饰 于是她就更加受到了北方贵族的排斥 她曾经去过两次西伦帝孤 帝孤像话嘛 是帝都 但是每一次都非常不愉快 都遭到了讥讽 她对所谓的贵族礼仪是厌烦不已 但是她本身的礼仪却是一丝不苟 当她的母亲去世之后 女王城的王公就再也牵绊不了了 她甚至想要逃离 完全没有目的 只想离开这个没有亲人的家就好 于是海伦开启了流浪生涯 她是一个非常田径温柔的女人 内心充满了美好 流浪在外面的世界 她渴望能够交到朋友 她甚至希望能够一直流浪到东方世界 去寻找她的父亲 当然了 后来她也不用去了 因为江丽已经死了 她在这个世界上更加没有一个亲人了 她就更加的彻底的流浪 乔装打扮几乎走遍了整个西伦帝国南部 她无意的去体察民情 也没有可以去探听民众的呼声 但是她毕竟是海伦女王的嫡妻后代啊 某种属性已经铭刻在基因里面了 走得越多 她就想得越多 但是想得越多 就越得不到答案 她离开女王城 离开王宫 本就为了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寻找人生的意义 但是行走乡村和城镇 看着无数的奴隶 看着无数伟大族人过着贫苦不堪的生活 她体内的某种理想仿佛渐渐觉醒了 而且她看上去就是典型的混血 隐瞒了身份之后 遮掩了绝美的容颜之后 她更是受到了歧视 那些西伦人看她的目光 就仿佛是低等种族一般 她就开始思考 人是生而平等 还是生而不平等 就单纯这个问题 差点让她钻进了牛角尖而出不来 她就大量的开始阅读 曾曾祖母海伦女皇的书籍 还有她的笔记 还有她的执政方略 然后她彻底明白了 当年海伦女皇的苦心 整个西伦帝国中西伦白人 经过了几百年的繁衍 依旧占人口不到20% 但确实是绝对的统治阶层 而维达族人 还有其他种族占了80%人口 但是却地位低下 几乎得不到权利 80%人口才拥有不到5%的财富 20%的人口却占据了100%的权利 还有95%以上的土地和财富 少数种族统治了多数种族 这不是不可以 但是就意味着统治阶层 需要彻底垄断知识 财富土地等等 要是那样的话 80%的人口的生产力 就无法释放出来 这就代表着帝国无法进步 绝大数人口会永久的陷入愚昧 成为灰色牲口 这种情况下西伦帝国将会是危险的 一旦某个外力足够强大 那整个帝国就会分崩离析 所以海伦女皇开启了改革 实施了种族融合 种族包容制度 解放奴隶势在必行 但是他们又一下子赐予 维达族人很大权利 而是一点点放开 关键是促成了西伦人和维达族人的联姻 进行种族通婚 这样一来 几百年之后 就再也没有什么西伦人 也没有什么维达人 大家都是一族的 而且趁着西伦人还很强大 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可以少数去包容多数 去同化多数 否则等到维达族人自己觉醒 自己强大起来 那一切就晚了 整个帝国会在两个种族中 对立中彻底粉身碎骨 西伦人毕竟是外来占领者嘛 海伦公主深入帝国南方之后 发现这里有很多贵族身上都已经有了维达族的血统 他们有西伦的长相和名字 但是一百多年前响应女皇陛下的号召开始和维达族高层同婚 而如今这些身上血统已经不纯正的南方贵族 正是受了整个帝国贵族的打压和排挤 西伦第二帝国已经分邦离析了 皇位缺失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这对整个南方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不用再受到帝国北方的压榨 可以自由地发展 所以第二帝国瓦解之后 整个南方的发展反而更加兴旺发达 之前第二帝国的时候 在很长时间内 南方的税负要比北方高出一倍以上 而帝国内阁中几乎没有南方贵族 当然了 有些贵族虽然是在南方 但是因为反对种族融合政策 所以也被视为北方贵族 比如碧波行省的卢索家族 695章 当然了 有些贵族虽然是在南方 但是因为反对种族融合政策 所以也被视为北方贵族 比如碧波行省的卢索家族 海伦在整个南方行走的时候 发现无数人都在怀念海伦女皇 都在感激她曾经的种族融合政策 这样许多的维达族人才可以做上中层官员 而且能够拥有大片的土地 能够经商致富 当然了 西伦第二帝国的海伦女皇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 所以所谓的怀念 更多是向往 整个南方得到了贵族 还有无数的维达族高层 都渴望再出一个海伦女皇 继续进行种族包容政策 这样他们的地位和财富才能够保住 因为海伦女皇死了之后 西伦帝国的政策已经在开倒车了 西伦和维达族通婚终止了 种族对立也渐渐开始 而且已经被禁绝了奴隶贸易 也是死灰复燃 海伦公主陷入了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之中 首先她非常反感政治 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虚伪恶心的东西 但是她又有一种使命感 她觉得帝国南方的发展果实不能被毁掉 西伦帝国不能重新回到之前的种族对立中 尤其是奴隶贸易这种邪恶的东西 一定要彻底禁绝 带着这种痛苦的思考 她的人生更加没有方向了 于是她近乎自虐的一弯去探险 哪里最危险她就去哪里 不像是冒险 而更像是一种自杀 但是她的血统太高了 牛叉充滇的黄金血脉 冒险就意味着战斗 就意味着杀戮 这十几年她的人生一直在战斗 和人类战斗和上古废墟的奇怪生物战斗 她见过了无数协议的东西 都知道了无数的秘密 几乎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她通通都去了 过去两千年所有灭亡的城邦 所有的灭亡的帝国废墟 她都去探险过 拥有黄金血脉 每天都在战斗 她变得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强大到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强 于是准备开启最疯狂的冒险 去世界禁地 目前已知的世界有三大禁地 积北大陆 魔鬼大三角 死亡大荒漠 当然了 失落国度勉强算一个 但是 她不被列为禁地 而是一个藏宝的一个密地 所以海龙公主首先将她给排除了 她根本就不爱什么宝藏 积北大陆听说索伦已经去了 那她就不去了 她讨厌那个北方西伦皇族有任何的牵连 而死亡大荒漠太远太远了 所以她选择了魔鬼大三角 然后她就去了 没有一艘船愿意带着她去 她就一个人下狱着帆船去 但是她的帆船刚刚进入魔鬼大三角的黑雾后 直接就被闪电给劈碎了 她独自一个人跳下海中 在无数闪电和风暴中 在海上游了几百里穿过了农屋 进入了魔鬼大三角内的新世界 然后她在里面整整待了很多年 不断探索不断战斗 到了后面索性就是战斗 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 在找到那个上国号角之前 每一次被无数海怪包围 她都是靠着逆天战斗杀出来的 越杀越过瘾 在废墟中越杀越深入 遇到的海妖也是越来越强大 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去战斗 她几乎都忘记了时间了 一天睡四个小时 剩下二十四个小时 全部用来战斗厮杀 如果不是遇到金木兰 不是遇到沈浪家人 海伦公主还会在魔鬼大三角里面待下去 乐不思细伦 因为她觉得自己还没有杀通关 里面还有很深的废墟 还没有探索 还有很多强大的海怪没有遇到 但是有了家人之后 一切都变了 海伦公主原本每天都可以无牵无挂的战斗 而自从遇到沈浪家人之后 她现实狂喜 她在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亲人 果然还有亲人 竟然还有一个弟弟 而且弟弟一家人都闯入了魔鬼大三角 包括几个可爱的小宝宝 简直让她爱不释手 那可是她的侄子侄女啊 于是逆天的战士海伦 变成了保姆海伦 她要帮助木兰一家人 在魔鬼大三角内安家 还要构建防线 训练涅槃武士 甚至还要开辟农田 带人捕捞海域 魔鬼大三角内有无数海怪 海伦还是需要战斗 要到处清怪 并且利用噩梦石构建一个安全区 然后把所有家人都安排在这个安全区内 确保沈浪家人 所在的区域的几千米内没有海怪 然后她得知了弟弟沈浪 原本在附近 就在魔鬼大三角之外 本来应该进来的 但是整整三个月后 她都没有见到弟弟沈浪 这个时候 她已经安顿好了沈浪的家人 又把能够精退海怪的上古号角交给了薛尹 她独自一个人离开了魔鬼大三角 要出来找沈浪 结果她发现 这个魔鬼大三角进来可以 但是出去 绝对不可以 她尝试了无数遍 根本就出不去 就算她扛过了无数闪电 无数飓风 在那片黑暗浓雾中不管行走多久 最终都会回到原地 永远都出不去的 她曾经十几次被龙卷风卷住 扔回到了魔鬼大三角之内 但是依旧安然无恙 于是她继续探索 结果在一个金字塔下发现了一个海底通道 深不见底 空气虽然很稀薄 但是不至于完全窒息 只不过这条海底通道实在太长了 根本不知道通往何方 海伦公主擅长相信自己的直觉 所以二话不说 直接钻入了这个海底通道 这一走啊 就是整整几个月 整整一万多里 还说以她的速度就算两万里 也不需要走几个月 但是这个海底通道密密麻麻都是海怪 而且还都是非常强大的海怪 还不止如此呢 这条海底密道很多地方都是中断的 毁坏的 不但有窒息地带 还有毒气地带 海底岩浆地带 甚至还遇到了两次上古能量核心的爆炸 换成其他人 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但是她这样走过来了 所以她绝对配得上是一个外号 逆天的海伦 海伦冲出海面 拿出了一个上古玉壶 往里面灌入海水 不久之后 这里面的海水就变成淡水了 这宝贝是她在某个上古废墟得到的 一路上 冒险她得到了无数的宝物 但是大部分都被她扔了 唯独留下此物 这个宝石玉壶能够把海水变成淡水 这才是她在海洋冒险的最宝贵的东西 能够让她活着 就算再强大的人如果没有淡水喝 也是必死无疑 先喝了一口水 然后随便抓了两只海鱼过来 切成了薄片赤鸟 接着把上古宝石玉壶底座打开 里面有雪白的盐 用这些盐刷牙 接着剥削身上的衣衫在大海里面洗澡 最后用淡水冲进身体 再重新换上衣衫 全身干净清爽之后 海伦公主才开始探索这个神秘之地 这个地方和魔鬼大三角是一样的建筑风格 而且还有一个海底通道 这证明了什么呀 证明在上古世界这两个地方属于同一个帝国 这一路走来 很多时候海底通道是中断坍塌的 海伦必须从堆积如山的废墟中钻出来 有些时候还要去海底行走 还要在海面上换气 一直等到新的海底通道入口为止 经过海底的时候呢 海伦发现很多海底城市也是一样的建筑风格 所以他断定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失落国度 他和魔鬼大三角曾经同属一个帝国 这不过后来发生了巨变 这片陆地坍塌沉没到海底 这个帝国也就莫灭灭灭灭亡了 但是失落帝国却只有几千年的历史 它不属于上古文明 海伦公主很快地判断出几千年的那个失落帝国 应该就是新的失落帝国 是有人在旧失落帝国的废墟上建成的帝国 海伦抬头一看就看到了大雪山之巅的那个金子塔 还有上面巨大的光芒 去探险这是海伦的本能反应 不管见到什么神秘的地方 不管有什么危险 他都是要去的 但是想想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去寻找死浪的下落比较重要 而就在这个时候 哄哄哄哄哄 几百里之外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响 再然后一个巨大火焰球是冲天去 整个地面都在颤抖 甚至海面都开始咆哮了 这一幕对于别人来说终生都见不到一次 但是对于海伦公主说 那是司空见惯了 上古能量核心爆炸了而已 不过这个时候上古能量核心爆炸会引发什么变化 海伦公主不由地朝着东边风向狂奔而去 如同一阵风一般 骷髅党主力舰队 道格拉斯西伦至得已满 从今以后 骷髅党舰队就属于他了 这可是西方世纪第一舰队啊 阿道夫征服了亚马逊部落失败了 但是他道格拉斯却成功了 拥有骷髅党舰队之后 他就可以纵横无敌整个西方世纪海域 西伦第三帝国的海军元帅非他莫属了 帝国帝王兼内阁大臣 还有兼海军元帅 在这个即将成立的西伦第三帝国 他会位积人臣 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96章 阿道夫还是太傲慢大义 所以在征服亚马逊部落仪式上带给了神浪 但是他道格拉斯不一样 先下手为强 彻底断了神浪的后路 接下来只要顺利将骷髅党舰队代理诅咒海域返回西伦大洋 就大功告成了 殿下 我们已经到达了诅咒海域的临界点了 海王说 道格拉斯西伦点了点头 脸上依旧洋溢着迷人的笑容 如何判断这个诅咒海域的临界点 就是前面那个海岛 因为整个诅咒海域千里海域 没有半个海岛 四面八方都是海水 就仿佛是复制粘贴出来的一般 而且这个海岛很诡异 表面上看上去就是一个正常的岛屿而已 但是你看她的倒影 确实是一个人面蛇身的女人 而且随着海面的摇晃 她仿佛在游动一般 仿佛活了一般 当看到这个人面蛇身岛 就知道已经进入了诅咒海域了 道格拉斯西伦说 现在就静静等待吧 等待着那一声惊天的爆炸 整个舰队整整齐齐列队 排在了诅咒海域的临界线上 只要这片海域的诡异能量场一破 他们立刻冲出这片海域 彻底脱困 无数骷髅党海盗屏住了呼吸 甚至是双手合十 曾经他们无数次想要逃离这里 但是最终都回到了原点 都是绝望的结局 他们的精神几乎要被摧毁了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道格拉斯殿下创造了那么多奇迹 他一定能够拯救大家的 有些骷髅党甚至承受不住心中的压力 开始跪在地上祈祷 向海神祈祷 向天人祈祷 这个时候 很多人不由的有一个念头浮现了起来 如果他们没有跟着道格拉斯走 而是跟随着沈浪 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殿下 海王的声音充满了紧张 道格拉斯笑了 放心吧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卑鄙的沈浪会不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他就算有这个想法 也没有那个能力 他根本不知道我引爆的是哪个上古能量核心 而且凭他的能力 还去不了海底 那倒是 我从来没有见过 有比他更加废物的男人 来了 快来了 这位西伦王族 还是胸有成竹 然后他在心中默默地倒倒倒倒数 十 八 七 三 二 然后 他猛地跃到了 齐劲为干上的一个平台 站在几十米高处俯瞰整个骷髅党舰队 几万骷髅党海盗 仰头望着道格拉斯 此时太阳照在他身上 使得他全身上 甲头仿佛笼罩了一层金光 接下来 就是他道格拉斯表演神迹的时刻了 道格拉斯大声地吼荡 库罗达的弟兄们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一幕了 我说过 要拯救你们 我就一定会做到 五 四 三 二 一 来吧 海神保佑着我 道格拉斯算准了时间 然后猛地张开双臂 双手冲天 而就在这个时候 轰轰轰轰轰 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一连串的爆发了 不仅仅是上古能量核心爆炸 而是七连三个 颜绵七百里 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 随着道格拉斯双米冲天 他的背后远处冒起了一个惊天的火球 直接从海底钻出 升腾到天空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火球 而且是从海底冒出 冲上了几千米高空 简直神级一般 然后 变成海底地震 再然后是小型的海啸 如同万马奔腾一般 这一幕真的是惊天动地啊 就仿佛是道格拉斯艺术导演的一般 真的如同神指一般 所有人看的是毛骨悚然 这惊天的大爆炸火球 还有汹涌的巨浪 都成为了道格拉斯表演的背景 与此同时 之前那个诡异的人面蛇身岛屿消失了 那 那个岛屿消失了 足足海域的林际县消失了 诡异能量场消失了 我们得救了 道格拉斯殿下 成功了 无数海盗发现这一点 纷纷喜极而起 互相拥抱疯狂地敲打着兵器 道格拉斯高呼 这一刻 我就是神 我就是神 呼噜噜噜的兄弟们 你们膜拜吗 你们效忠我吗 狂喜的海盗被震撼得寒毛竖起啊 震鼻高呼 道格拉斯万岁 膜拜道格拉斯殿下 海王勾指着道格拉斯吼道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曾经有动摇过 想要相信神浪 但是现在证明道格拉斯殿下才是真正的海参附体 他才是真正的救世主 而那个小白脸神浪 他只是一个卑鄙的欺诈者而已 你们以为他是真的让海怪吓退了吗 并不是如此 因为他被诅咒了 所有靠近他的人 任何人 任何生物都会遭到毁灭 他是一个不祥之物 所以才会被整个东方世界驱逐 逃亡到西方世界 我真的为那七千个兄弟悲伤 道格拉斯殿下 要带着我们回家来 而那七千人 却被卑鄙的沈浪给欺骗了 只能留在诅咒之地等死 千沙的沈浪 卑鄙的沈浪 让我们为七千弟兄们默哀吧 这个狡诈的撒谎者应该下地狱 应该被碎尸万段 上天啊 你赶紧降下一道雷霆批死这个撒谎者吧 就是他差点葬送了骷髅党的命运 道格拉斯西轮双手放了下来 缓缓地说 胡罗党的弟兄们 你们愿意效忠我们 愿意 愿意 效忠伟大的道格拉斯殿下 把狡诈撒谎者的神浪扔到一边 把他踩在脚下突击吧 就连那给道格拉斯殿下擦鞋都不配 道格拉斯非常满意这神迹表演结果 尤其满意那上百个托儿的表现 骷髅党的兄弟们 作为你们的主军 我带着你们回家 回家 回家 道格拉斯万岁 别万岁了 出发 回家 随着道格拉斯一声令下 整个骷髅党舰队浩浩荡荡地 朝着北边航行而去 越朝北边航行 所有人越是惊喜 因为景色已经彻底变了 之前诅咒海域到处都是孤寂的海水 没有任何岛屿 而现在 每隔百里就有一个海岛 上面郁郁葱葱 长满了绿树红花 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成功了呀 我们真正地脱离了诅咒的海域了 然后这一路的航程 骷髅党海盗陷入了狂欢 无数人高呼道格拉斯万岁 归心似箭呢 他们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了 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回到骷髅岛 看看自己的孩子 回到人类世界 回到他们熟悉的海域 终于可以离开地狱了 一路向北 向北 五天时间过去了 十天时间过去了 十三天时间过去了 一路上的海洋风景如画 美不胜收 完全和之前的诅咒海域 判入两地 快要到达西伦帝国了吧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应该是什么城市啊 快要到家了 应该快了 计算着里程 应该已经快要到西伦帝国大陆了 无数人是翘首以待 所有航海的人尤其渴望陆地 骷髅党海盗尤其如此 因为他们已经被困在这个诅咒之地十几年了 他们的心仿佛都要飞到陆地上 飞到自己的家来 有人甚至忍耐不住了 站在围杆的最高处 因为那样最早能够看到陆地 忽然有人高呼 哎 到了到了 骷髅党的弟兄们 我们看到陆地了 看到了西伦帝国的陆地了 我们回家了 我们在外面流浪了十几年 我们被囚禁了十几年 现在终于要回家了 然后无数人都看到了陆地 此时是黑夜 为何能够看到陆地呢 因为海面海水有反光嘛 唯有陆地是黑压压的一片 而且陆地上有无数的灯物 我们到达陆地了 我们回家了 到个拉四万岁 无数海盗高呼 兴奋的是痛哭流涕 互相欢呼 互相拥抱 距离那片陆地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所有骷髅党海盗都看到了 这片城市的岸边 有无数人迎接他们 全部举着火把 殿下 这是你安排的吗 海王兴奋地说 到个拉斯西伦说 对 我连什么时候登陆靠岸的时间 都算准了 这里是西伦王朝最南面的城市 白岗 我派人在这里迎接 你们是英雄 你们理应受到英雄的待遇 接着 到个拉斯高呼 骷髅党的兄弟们 你们的远征结束了 你们的冒险结束了 我们凯旋了 我们回家了 骷髅党又一阵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 总之就是什么万岁 到个拉斯大吼 骷髅党的兄弟们准备登陆 准备进入城市 而此时 陆地上迎接的人 此时仿佛也沸腾了 他们也在发出高呼 拼命地挥舞着手中的火把 仿佛在高呼着 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这声音咋这么熟悉呢 亲爱的朋友 第997章 这个时候啊 骷髅党舰队的海盗们 哪里还忍得住啊 纷纷跳下舰船 直接朝着陆地上游去 一边游 一边狂流泪 有大鼻涕啊 我们终于回下了 感谢伟大的道格拉斯殿下 拯救了我们 他们把我们带离了诅咒海域 无数骷髅党海盗游了几百米的前海 然后朝着陆地狂冲而去 朝着上面迎接的人群狂冲而去 而道格拉斯西伦如同神旨一般 被无数骷髅党海盗抬着就上了陆地 从今以后 这就是骷髅党的主军 道格拉斯被无数人群拥护着上岸 心中无比得意 从今以后 这只无敌的骷髅党舰队车里属于我了 神浪你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表演的再精彩也是没有用的 你就留在失落国度废墟 彻底在那里死吧 粮食已经没有了 你就彻底地饿死在那里吧 那七千个效忠你的海盗 感觉到自己受骗了 一定会把你撕成碎片的 神浪 你和我道格拉斯比起来什么都不是 我才是骷髅党的拯救者 然而下一秒钟 冲上陆地的骷髅党海盗有些惊呆了 为什么在陆地上迎接的人群这么眼熟啊 好像在哪里见过 对了 在梦里 没有 这就是留在失落国度废墟的那七千个海盗兄弟 还有那正当中的那个人 他不是神浪吗 还有极客堂 还有海拉 海王海梦两个人也完全静怠了 神浪为何在这里啊 这里们应该是西伦帝国的白岗啊 他们会飞吗 他怎么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呢 紧接着 他们看得更加清楚了 不远处巨大的城市废墟 还有更远处的那座万米高山 闪电上金字塔释放出来的光芒 这 这哪里是西伦帝国的白岗啊 这分明 还是失落国度废墟啊 他们根本就没有逃离诅咒海域 和之前一样 他们又回到了原点了 只不过这里的地方被布置过 景色改变了一些 神浪站在高处就大笑 哈哈哈哈 骷髅党的这位兄弟们 我算准了时间在这里迎接你们 还把这里布置成了西伦帝国白岗的样子 你们清不清洗 意不意外 刺不刺激 接着 神浪朝着海王海梦 尤其是道格拉斯望去 道格拉斯殿下万岁 你拯救了我们 你带着我们作棍了 你带着我们回家了 我呸 道格拉斯啊 你不就是引爆了几个上古能量核心吗 不就是设置了倒计时的自毁功能吗 瞧把你能耐的 还装什么救世主 装什么神职 没错 上一次海底地人 上古能量核心爆炸 是使得诅咒海域的能量场暂时中断了 使得海拉成功地逃离了出去 但是第一次成功 不代表着第二次就能成功 人家早有防备了 道格拉斯 你就是个星星 不能骂 骷髅党的五万三千人 你们这群愚昧不堪的蠢货 想要让道格拉斯拯救你们 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去吧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沈浪才能够拯救你们 才能够带着你们真正地离开诅咒海域 带着你们回家 想要我拯救你们 跪下来忏悔吧 跪下来效忠我吧 我沈浪非常的宽宏大量的 愿意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上一次 沈浪从女王大坝上跳下去的时候 就已经把道格拉斯西伦彻底的震惊过一次了 但是那一次他们很快就缓过来了 并且利用了他之前创造的种种奇迹 加上利用人类的劣根性 赢了沈浪 成为了骷髅党的新党魁 但是这一次沈浪真的是打脸打得 太狠了 那使得他整个人仿佛雷击了一般 瞬间失去了所有反应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事实证明 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呀 上一次上古能量核心爆炸 明明撕开了诅咒海域的能量场 明明让海拉成功逃出去了呀 但是此时 追究这件事情的真相 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 完全是过去的几天射箭内 他完全始终扮演着救世主 得到了整个骷髅党的拥惑 拥惑想外面是拥护 就反复升到了天堂 而现在他直接从天堂踢到了地狱 之前他受到是何等的追捧啊 现在都显得何等的可笑啊 不过真正从天堂坠入地狱的人 不是道格拉斯 而是骷髅党的所有人 这段日子他们是何等之欢乐呀 每时每刻都觉得要回家了 要供候目了 他们喝酒狂欢 他们把道格拉斯推上了神坛 人不怕绝望 但是最可怕的是 充满了希望之后再绝望 所以刹那间 骷髅党所有的海盗几乎都要崩溃了 很多人再也忍受不住了 直接探转跪在地上 有些人是嚎啕大哭啊 为啥命 为啥命 天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俺们 天神啊 那实在是太战热了 竟然如此折磨俺们 为何不直接杀了俺们呀 海拉见了这一幕 觉得无比过瘾 你们这些人活该 当时我母亲要海葬的时候 你们不阻拦 面对她的死 虽然有愧疚 但是却依旧无动于衷 等到我弟弟再次海葬的时候 你们还是无动于衷 假惺惺的鞠躬 然后再选择了 道格拉斯这个真正的欺骗者 现在遭遇了这样的下场 真是太活该了 害拉大声地说 这就是你们选择的第一挡魁 这就是你们选择的救世主 道格拉斯 你继续表演啊 你继续装神弄鬼啊 道格拉斯西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身上的感觉渐渐复苏 他觉得现在绝对不能忍输 他还没有输啊 神浪高下 我是失败了 但是谁又能证明你能成功啊 你口口声声说能拯救骷髅党 那你的办法呢 神浪冷个笑 哼 想套我话是吧 但是窃取我的智慧有结晶吗 哎呀 做梦吧 海拉大义兄海王身躯不断颤抖 几乎痛苦到无法呼吸 他才是最最惨痛的那个人 因为他是真的无比坚信 道格拉斯能拯救他们 然而此时道格拉斯的神话被终结了 但是就算如此 他也要维护道格拉斯 也要和神浪这个小白脸对抗到底 神浪 你口口声声说你有办法带着骷髅党离开 那你说出来呀 你不说出来 还想要拉着弟兄们为你卖命 这是百日做梦 道格拉斯殿下 这是失败了一次而已 你休想颠覆他的党魁之位 这话也出 那海拉不敢置信的 望着那海王 这是为侠面 他这个义兄为何如此维护道格拉斯 这两个人之前完全不认识 到现在为止 两个人相识只有几个月吧 哎呀 看看 这就是爱情啊 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 想我们 没这话 道格拉斯殿下 你是不是被感动了呢 你都都都都到这个时候了 海王阁下还是如此维护你 他对你的奈 简直必能害 害要深呢 这话也出 海王彻底色变 说海拉不敢置信的望着神浪 在场所有海盗都盯着那海王 这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海王和道格拉斯 竟然有这种关系吗 在西方世界 同性别的爱恋 是不被祝福的 但是在海盗界 却很宽容 而且男人之间的相爱 也不在少数 包括海拉自己 也喜欢女人 但是道格拉斯 来到这里之后 对海梦表示了 强烈的追求之意 甚至在很多人心目中 这两个人也是一对了 难不成 道格拉斯 想要姐弟通知 这就有点过了吧 而且平常海王表现得很正常啊 并没有类似的举动 神浪的话 仿佛彻底地刺痛了海王 他猛地色变 指着神浪 骷髅党的弟兄们 道格拉斯殿下 他的计划之所以失败 完全是因为这个东方小白脸 完全是因为这个无耻的欺诈者 兄弟们 我们本来可以脱困回家的 就是神浪破坏了一切 他的阴谋 毁掉了我们的一切 我们被困了十几年 我们想要离开这里 我们想要回家 这又有什么错呢 就是这个无耻的东方人 为了一己私利 为了得到骷髅党的效忠 所以才出手破坏了 道格拉斯的计划 这话也出 道格拉斯目光一亮 哎 这确实是个法子呀 把失败的责任 栽到神浪头上 神浪阁下 我有一个疑问 好久没有说出来 那就是爆炸 比我想象中 要晚一刻中 原本应该是准确无误的 为何会晚了呢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 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对上古能量核心 是非常精通的 你在亚马逊国都 曾经阻止过 一个大能量核心的 自毁爆炸 还不仅仅如此 这次原本应该有 五个能量核心爆炸 为何只爆了三个 神浪阁下 你太让我失望了 原本我觉得你这个人 虽然也有野心 但是起码 还是英雄无伪的 但是没有想到 你的手乱如此贝劣 你为了赢了我 竟然不惜让六万 骷髅党去死吗 骷髅党的六万兄弟 想要回家 又有合作 你为何要毁了他们 你为何要破坏 我的计划 正是因为爆炸的威力不够 我才没有突破 这个能量场 我才没有能回家 请给骷髅党 一个公道 九百九十八张 这话也出 那海拉和祁堂 祁堂用我们是 祁克堂 是探维观止 这几天 他们都和神浪在一起 知道他从未有过 任何的破坏举动 道格拉斯 竟然如此栽赃向害 那人性卑劣到如此了吗 紧接着 海王高声地呼道 骷髅党的兄弟们 都是神浪害得我们无家可归 我们要杀了他 杀他其恨 然后他猛地举起弯刀 指向了神浪 只有杀了他 我们才可以回家 杀了他 设话也出啊 无数骷髅党海盗 望向神浪的目光 充满了质疑 充满了敌意 这又算是人性的卑劣了 迁怒于他人 不管是不是这个人的过错 总之呢 这个怒气一定要发泄出去 先杀了再说 兄弟们 跟着我一起杀了神浪 随着海王一声高呼 竟然真的有几千名海盗 也跟他杀了过来 不管了 不管是非黑白 那现在就是要发现 就是要杀人 你神浪竟敢讥讽我们 竟敢践踏我们 齐克党暴奴 猛地拔出弯刀 大声的吼道 保护主军 顿时 效忠于神浪的七千名骷髅党 猛地拔出弯刀 战役呵呵 骷髅党之间的内战眼看就要爆发了 道哥拉斯的目光不断闪烁 那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只要骷髅党内战 那就彻底对立了 那就算是彻底拯救失败了 大部分海盗 只能跟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骷髅党 杀了神浪 我们才能回家 杀杀杀 海王撞死疯狂 帅领巫术海盗冲杀过来 海拉拔剑就站在神浪身边 他的武功和海王不相上下 不过海王出身于种族特殊 更接近于上古人类 所以拥有很强的力量和速度 神浪见到这一幕 高高举起右手 便要开始说话 便要开始他的表演 然而就在此时 黑暗处豁然传来一阵 冷脆动听的一声音 是谁说要杀神了 谁说要杀神了 是你吗 一个身影如风一般飘了过来 一个人冲向了海王率领的几千海盗 当我准死 海王抱吼 那手中大剑猛地朝着这个身影 斩杀下去 叮 然后这个大剑定格在空中 因为被一只仙仙玉手就给夹住了 这个女人说 就是你要杀神了吗 那 那又如何 这个女人玉手轻轻一抖 海王手中的大剑寸寸断裂 然后 她的纤细的玉手朝着她的脑袋 轻飘飘地 哎 又拍了过去 海王想要躲避 但是整个身体仿佛彻底被定格了一般 完全无法动态 碰的一声 下一秒钟 海王的脑袋瞬间粉碎 如同吸过一般彻底爆裂 此时 所有人才看清楚她的模样 这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美人吗 如此天上的面孔 如此魔鬼的身段 还有谁要杀神了 这个女人就问她 你吗 那个海盗头子站在那儿是一动不动 直接被她的玉手拍成粉碎 你吗 接着 又有一个脑袋直接被拍碎了 然后她直接飘到了道格拉斯西伦的面前 道格拉斯 道格拉斯西伦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海伦殿下 虽然都是西伦王族 但是道格拉斯和海伦还是天上地下 道格拉斯的父亲只是一个亲王而已 若是排名皇位继承人的话 她起码要在几十名开外了 而海伦公主绝对排在前三 沈浪望着这个女人绝顶曼妙的背影 陷入了不敢置信的狂喜 哇 我的姐姐来了 我的姐姐又来了 我怎么又说又呢 海伦公主说 你告诉所有人实话 你的计划失败和沈浪有没有关系 记得要说实话 作为西伦王族 撒谎是一个不好的品德 道格拉斯内心咬牙切齿 他当然想说这一切都是沈浪的阴谋 但是他真的不敢呢 因为摆明了就是信口词黄 一旦他撒谎了 海伦公主就会杀了他 道格拉斯武功很强很强 车轮战打赢了骷髅党所有人 但是只看了海伦一眼 他就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是海伦的对手 道格拉斯说 我的计划失败和沈浪没有任何关系 那就是在撒谎 栽赃陷害沈浪 对吗 道格拉斯凝聚所有斗器 但是却一言不发 这个他肯定是不会承认的了 是不是 海伦公主继续问 然后道格拉斯感觉到一股强大无比的压力 使得他冷汗爆出 是不是 海伦公主再次伸出了牵牵欲手 是 我撒谎了 我栽赃陷害了神了 嗖了一下 柳叶刀光一闪 心血飞溅 道格拉斯只感觉面孔一寒 然后心血涌出 他的脸上被画了一个叉 道格拉斯 你撒谎栽赃 我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惩戒 接下来 我会带你回西伦帝国 海伦公主缓缓地说 希望西伦皇族的裁判所 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审判 道格拉斯满脸血污 盯着海伦公主良久 他有千言万语要说 但是此时却说不出口 只能通过无比愤怒的目光看着他 凭什么要这样啊 沈浪虽然可能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 但是你继承的那可是西伦皇族的血统 我才是你的堂兄啊 为何要如此偏心于沈浪而同是操哥呢 我亲爱的弟弟 我终于见到你了 沈浪身前一阵柔软芳香 海伦公主上前和她拥抱了进行亲密的贴面礼 姐姐你是天使吗 沈浪故意装着双眼迷离地说 不 你才是我的天使 海伦公主温柔地说 而此时海拉张开双臂也要和海伦公主拥抱 海伦微微就促起了眉头 稍稍有些犹豫 对于这个海拉呀 她是有记忆的 而且是不太愉快的记忆 因为这个海拉当时试图对她进行某种骚扰 海伦妹妹 之前是我的错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美人 而且我当时更不知道 我们两个人是姐妹 海拉说完 二话不说 上前猛地抱住海伦公主 然后贪婪地嗅着她身上的香味 这种感觉真好 这才是一家人的感觉 我嗅一下就知道 海伦公主一饿 然后朝着神浪往来 全美无比的面孔充满了不敢置信 骷髅党的创始人不是叫洛基吗 那么请问父亲在女王城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李昂 所以我觉得安琪拉阿姨给父亲取的名字没错 她就是洛基 满嘴流言呢 洛基 李昂 姜黎 这一下子就有三个名字了 父亲那人你玩得很欢呢 不过沈浪也不错呀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楚中天呢 对于楚中天 现在沈浪有一些相信自己是江雷陛下儿子了 从父亲光辉伟岸的身影中 沈浪隐隐地嗅出了一点渣味 父子果然是同类吗 天哪 海伦嘀呼了一声 然后也将海拉拥在了怀里 不过下一秒他就松开了 因为海拉说了一句话 亲爱的弟弟 我觉得好羞愧 你比我更加纯洁 因为我刚才拥抱海伦妹妹的时候 还是心跳加速 脑子里面浮现出了 不道德的念头 沈浪顿时无了个语了 他顿时就觉得海拉身上的渣味是最浓的 海伦美眸望着沈浪 亲爱的弟弟 你觉得我有什么好消息要和你分享 沈浪脑子灵光一闪 颤抖地说 这可以和海伦结家 你该不会是从那魔鬼大三角来的吧 弟弟 你果然和传闻中一样的聪明决定 顿时间 沈浪觉得自己有些无法呼吸了 轻刻连见 他终于得到木兰的消息 得到孩子们的消息了 进入魔鬼大三角的时候 木兰精神力透支得非常厉害 所以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 他还在昏睡之中 但是你放心 他没有性命之位 他需要很长时间的休养 所以他的昏迷只是身体技能的一种自我保护 甚至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精神修为还会上升一个台阶 几个宝宝都很好 哪怕是神力宝宝 他的身体本来是很弱的 但是进入魔鬼大三角新世界的环境后 反而变得更加健康了 神秘小公主是我的最爱 我离开的时候 他已经换第一颗牙齿了 那颗坠落的乳牙 还是我抱着他放在房顶的 神叶小宝宝 他太残忍了 我觉得你之前是不是对他的关爱不够啊 所以每次我一抱沈丽和珍蜜的时候 他就要上前抱我的腿 可惜我又没有长三张手 无法同时抱起三个宝宝 你的家人 啊不 我们的家人 一切都好 只不过非常抱歉 我实在无法将他们带领魔鬼大三角 甚至我自己都无法出来 我尝试了无数次钻入黑暗浓雾之中 但每一次 都被扔回到大三角之内 因为他们非常不放心你 等了你几个月都不见 原本你应该进入魔鬼大三角和他们在一起的 但你却没有出现 我也很不放心你 所以 我就从海底离开了魔鬼大三角 没有想到 竟然在这里碰到你 真是莫大的惊喜 海伦公主还没有说完 就被沈浪给抱住了 谢谢你 姐姐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Thank you 99张 沈浪是泪牛卖面的 她当然知道事情肯定没有海伦说的那么简单 魔鬼大三角内何等危险呢 海伦公主为了保护她的家人 肯定是做了很多很多 不用谢 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也很幸福 不过真的很抱歉 我想尽一切办法 都没法将他们带领魔鬼大三角 你杀了我的弟弟 海梦蹲在地上 抱着海王的乌头尸体 朝着海伦公主四声地说 非常抱歉 但当时你的弟弟 正要杀我的弟弟 道格拉斯西伦说 海伦公主 你非常的强大 你的武功甚至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但是我想请问你一句 你这么强大 能够离开这里吗 我不能 请你再说一遍 我无法离开这片失落国渡海域 这十几天时间 我没有探索这片废墟 而是直接渡海北上 但每一次我都失败了 每一次 我都回到了原点 海伦说的是真的 这片失落国渡废墟很大 整整几万平方公里 他哪里知道是浪汇的这里啊 所以来到这里 本能第一反应就是离开这里去找沈浪 结果无数次努力都失败了 大家都听到了吗 就连海伦公主这么强大的人都失败了 都无法离开这片诅咒海域 那么沈浪哥想 你凭什么说你可以拯救骷髅党 可以带着我们离开 海伦公主殿下 我因为撒谎 所以被你惩罚 那么如果你的弟弟撒谎了呢 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惩罚 是不是也应该被你的脸上画插 盗格拉斯英军的面孔血流如珠 充满愤恨地说道 不行 我之所以惩罚你 因为你是西伦王族的成员 作为西伦帝国皇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 我有资格 也有责任管教你 然而沈浪虽然是我的弟弟 但他不是西伦帝国成员 最最关键的是 我相信我的弟弟不会撒谎 如果他撒谎了 我不会惩罚他 但是作为他的担保人 我会惩罚我自己 我会在自己的脸上画插 海伦公主继续说 这话一出沈浪一惊 我这个亲姐姐呀 你这也这么与虎吗 贵族法则王族法则 说说就可以了吗 干嘛那么当真呢 沈浪目光望向了海蒙 望向了所有骷髅党海盗 他们的目光充满了绝望 充满了迷茫 还有仇恨 这仇恨呢 并不是完全针对沈浪的 而是常年累月的羁牙 沈浪深深吸了一口气 姐姐海伦来了 而且还带来了最好的消息 她的家人一切平安 所以她更加归心死剑了 但是想要杀回东方世界 必须先得到骷髅党舰队 而不是这支已经被打断了几粮的骷髅党 而是要重新发挥自信和战斗欲的骷髅党 那才是世界上最强的海盗舰队 她缓缓地走上了准备已久的高台 目光扫射无数的骷髅党成员 骷髅党所有的海盗 我沈浪曾经羞辱过你们 我曾经瞧不起你们 但是现在我依旧瞧不起你们 因为你们失去了骄傲 失去了尊严 你们被困在这里太久了 虽然你们的战斗本领很强 变强了 但是你们的斗志已经完全死了 当时安齐拉党魁为了拯救你们 勇敢地选择了海藏献祭 你们没有阻止 我为了唤起你们的战斗意志 也勇敢地选择了海藏献祭 你们依旧麻木 你们依旧选择跟随道格拉斯 海盟忽然说 我们选择追随他错了吗 难道只有选择追随你才是正确的吗 说得好 海盟将军 你说得非常好 凭什么要选择追随我 就因为我跳下女皇大巴 凭什么让无数海怪退射三臂吗 这还不够 远远不够 我为何瞧不起你们呢 因为你们选择了道格拉斯 是因为你们在等着他拯救 这就是最大的耻辱 骷髅党作为海上霸主 作为天下最强的海盗舰队 什么时候需要别人拯救了 只有弱者才需要别人拯救 强者永远都会自救 这就是我瞧不起你们的理由 我口口声声说 要得到骷髅党的效忠 但是你们这样窝弄的骷髅党 我还不要 我看不上 道格拉斯口口声声问我 有没有办法拯救骷髅党 有没有办法带你们离开这里 有 我有办法 但是东方世界有一句古话 人不自救 而非人救之也 困住你们的是什么 是失落妖母 是诅咒女皇 她是几百万海怪的最高领袖 她是这一片诅咒海域的最高统治者 任何人一旦下海 就会受到她的统治 永远分不清东南西北 她强大的精神力可以笼罩整个海域 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她的诡气之声笼罩了整片陆地 耳朵听不见 但是大脑却能够听见 能够让人抑郁 绝望 甚至崩溃 一旦到了海面上 你们看到的永远不是你们真正看到的 只是失落妖母想要让你们看到的而已 你们以为自己北上了 实际上 一直在这片海域上打转 如果上天有一双眼睛 一定会觉得非常可笑 那为何这支舰队会一直转圈呢 这就是鬼打墙的真相 海拉的母亲 安吉拉党魁为了拯救你们选择海葬 但是她那是海葬吗 不 她是勇敢地向失落妖母开战 但是她失败了 因为她孤军奋战 所以她死了 被无数海怪淹没 被失落妖母给吞噬了 没错 就是你们曾经看到的那头章鱼 城堡一样大的章鱼 她就是这片海域的诅咒女皇 她无比强大 同摔着几百万只海怪 想要离开这里 想要回家 根本就没有第二条路子 只有击败了这只失落妖母 击败了百万海怪才能离开 道格拉斯西伦 你拯救了骷髅党的办法已经失败了 现在是一是我的 我现在就去创造奇迹 但是我不是带着你们逃跑 而是带着你们去战斗 去和失落妖母决战 去和百万的海怪决战 当年强大的安齐拉党魁对决失落妖母 她失败惨死了 而我比起安齐拉党魁来说 弱小的简直不值一提 但是我愿意一试 我愿意和失落妖母一战 我说过 我不需要懦夫 谁是真正的骷髅党 就跟着我一起上 紧接着沈浪又说 杰克堂叔叔 拿出来吧 安齐拉党魁的那个衣物 杰克堂拿出了一个海螺 红色的海螺 如同一团火焰 充满了战斗雨 当年安齐拉党魁海葬之前 吹响了这个海螺 所有人以为 他进行了某种仪式 但是其实 他是向失落妖母宣战 你们没有人知道 为了拯救骷髅党 安齐拉曾经爬上过 雪山顶端的那个金字塔 当时金字塔里面的人 也给安齐拉党魁一句话 人不自救 而非人救之也 然而他们拿出了两个海螺 一个是红色的 一个是绿色的 红色的海螺可以宣战 绿色的海螺 能够让所有海怪退散 他们问你 安齐拉党魁 选择哪了一只的海螺呀 没这话 是选择哪一只海螺了 海伦公主 都是局的眼熟了 因为她在魔鬼大三角 得到了一个上古号角 那是一个绿色海螺 吹响之后 能够净退所有的海怪 这个号角啊 她交给了神隐 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红色海螺 换成你们选 所有人都会选择绿色海螺 吹响之后 所有海怪退散 但是 安齐拉女王 却选择了红色海螺 因为她的斗志没有死 她体内还燃烧着热血 就是这只红色海螺 你们应该非常眼熟吧 沈浪将这只红色 战斗海螺高高举起 见到了这个红色海螺 所有骷髅党倒吸一口凉气 涌起了无边无际的恐惧回忆 当时安齐拉党魁 就是吹响了这个红色海螺 然后无数的海怪出现了 不计其数 无边无际 最后出现了一个城堡 那么大的章鱼 不仅仅是巨大 关键是它释放出来的能量气息 如同地狱一般恐怖 让人看一眼 都是魂飞魄散 几乎要始尿其出啊 当日 这只大章鱼出现的时候 无数骷髅党瘫倒在地上 完全失去了任何抗争的勇气 而当日安齐拉党魁拔出大剑 高呼着骷髅党万岁 跳下了女皇大巴 然而朝着那个城堡的大章鱼 冲杀过去 但是没有一个人跟随 然后他就死了 粉身碎骨 死无葬身之地 就是因为当时所有骷髅党海盗都被吓住了 也就是从那天起 他们的战斗一直被阉割了 之前他们还不断和海外战斗 而从那之后 他们彻底不出海了 终日躲在女皇港湾之内 听到沈浪的这些话后 海拉痛哭流涕 杰克堂叔叔 这些都是真的吗 为何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 杰克堂颤抖 这一切都是真的 每一个母亲都是自私的 她在决定牺牲陷阱之前 把你关了起来 其实还给你留了一份遗书 什么遗书 我不知道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继续 就是那幅画像 我们的父亲的画像 里面藏着安琪拉党魁 给你的遗书 他想要让你看到 就不想让你看到 但是 我看到了 沈浪拿出了一幅大画像 上面就是海盗形象的江梨 安琪拉党魁每天 就是靠着这个画像 对江梨进行思念的 当日 见到这只大章鱼 不仅仅是其他骷髅党 不仅仅是海梦海王 就连我自己 也彻底被吓坏了 所以我把希望寄托在 道格拉斯身上 希望他能够 带着骷髅党逃离这里 我身以为耻 杰克堂说 我再重申一遍 我不会带着你们逃跑 我要带着你们战斗 当日 安琪拉党魁吹响了 这个红色海螺的时候 你们所有人都被吓得 瘫倒在地 失去了所有战斗意志 任由安琪拉党魁 孤身奋战彻底惨死 现在 我又要吹响这个号角了 我又要召唤这只 失落妖母了 我又要召唤百万海外大军 你们也要让我一个人 孤军奋战吗 道格拉斯 我不是你 我不会躲在某个角落 投机取巧 我只会带着骷髅党战斗到底 这样配得上成为骷髅党的最高党魁 神浪闭上了眼睛 深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用尽所有的力气 吹响了这只战斗的海螺 苍老的声音响起了 轰隆隆 与此同时 天上响起了一阵阵惊雷 然后 无比可怕的一幕出现了 无数的海怪浮出了水面 几千 几万 几十万只 最后视野之内 所有的海面密密麻麻都是海怪 就连海伦公主 也不由得毛骨悚然 因为 她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海怪 哄哄哄 又是一阵惊天的巨响 然后天上猛地响起了雷霆 一道巨大的闪电 疯狂批响 照亮了整个海面 整个大海仿佛裂开了两半 然后 一只城堡那么大的章鱼 猛地冲了出来 这 就是失落妖母 诅咒女皇 这就是这片诅咒海域的统治者 这就是所有人无法逃离这片海域的罪魁祸首 神浪转身 朝着几万骷髅党一笑 诸位 我要去和失落妖母决战了 你们要跟上来吗 还是让我一个人孤军奋战呢 骷髅党 要拾回你们失去的斗志吗 是轰轰烈烈的一战到底拯救自我 还是窝囊地跪在地上 使尿其出 痛哭流涕呢 然后 她走向大海 登上一艘小船 朝着城堡一般巨大的章鱼飘去 这个画风不对啊 神浪什么时候变得热血了起来呢 他从来就不是热血之人呢 这么说吧 他这个人是千变万化的 需要他拦散的时候 他就拦散 需要他热血的时候 他也可以热血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在关键的时刻 神浪绝对舍得冒险 舍得拼 比如当他身份被揭露的时候 他胆敢一个人在宁涵和鸡旋两个人面前谈笑风生 又比如 他敢用自己作为传染体 把宁涵和鸡旋传染黑死病 他这个人绝对算得上是癫狂的 但是眼下这个局面 值得他癫狂吗 已经值了 他要夺取的可不仅仅是骷髅党 还有自己的突围 因为他也被困住了 但是他又绝对没有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热血 在来到失落国度之前 神浪的想法和道格拉斯是一模一样的 都被海拉的桃李给误导了 都觉得想要拯救骷髅党桃李这里非常简单 只要引爆几个上古能量核心就可以了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 神浪就知道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尤其是看过安吉拉党魁的遗书之后 他进行了深深的思考 接下来他询问了很多人 他大量的分析了那个鬼器的能量波 然后他首先得出了一个结论 诅咒海域的罪魁祸首在海上 而不在陆地 也不存在什么能量场 之后神浪还得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 他让杰克堂还有很多人 把那个城堡的大章鱼给画出来 结果却发现每个人画出来的都有些偏差 不是记忆出现了偏差 很多人信誓旦旦的看到了 就是这个样子 可惜在失落国度废墟上 神浪没有看到任何的上古典籍 但是在江离的日记中提到了一个词 诅咒女皇 骷髅党 重拾你们的斗志 不要让我孤军奋战 神浪一声高呼 便乘坐小舟 朝着巨大的失落妖母冲了过去 而他确实激起了 无数骷髅党海盗的热血 很多人头皮发麻 眼睛一闭 抄起弯刀就跟着冲了上来 说一万句给我上 也不如一句跟我上 然而下一秒 那个城堡巨大的失落妖母 发出了惊天的咆哮 无数的触爪张开 笼罩了整个天空飞舞 整个诅咒海域仿佛成为了森罗地狱一般 几乎所有的海怪都来了 超过了几十万只具 方圆百里的海域之内密密麻麻 无边无际 失落妖母巨大的脑袋 有无数眼睛 甚至每一个触爪上 都有眼睛和口气 这是在噩梦中都见不到的怪物 足够引起任何人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随着那巨声咆哮 那好像吐了 他身上无数眼睛一双一双地睁开 这些眼睛都释放出恐怖的红色光芒 几乎要将整个海面彻底照亮了 无边无际的恐惧 仿佛核弹一般爆开 把所有海盗都彻底震慑住了 之前被审浪激励的热血沸腾 跟着往上冲的海盗直接遍体冰凉 坐在了地上 和上一次的结果一模一样 无人敢冲上去战斗 骷髅党不畏惧任何敌人 以寡敌众的战斗不知道打了多少次 以一敌十的海面战斗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 但是那都是人类 眼前呢这是什么呀 这完全是未知的怪物啊 真的任何人都会失去战斗的勇气 难怪整个骷髅党的斗志会被彻底的阉割了 然后沈浪的小船孤零零的朝着失落妖母冲去 后面一个人都没有跟过来 那这简直真是日了个道个了 这一幕和沈浪看过的某部电影好像啊 杀死狼 抢碉堡喊的是热血冲天 万众响应 但是最终冲过去战斗的 仅仅只有区区几个人 所有骷髅党海盗都被吓趴了 甚至连战都站不住啊 道个拉斯也是浑身都在战里颤抖 但是他内心却狂喜 这几乎是最完美的结果了 沈浪 海伦 还有海拉 三个人傻乎乎的送死 这样一来 骷髅党就彻底归他所有了 当然啦 如何才能逃离这里 现在真的顾不得了 只要看着沈浪和海伦去死 那就足够了 看着无数瑟瑟发抖的骷髅党海盗 道个拉斯心中一阵冷笑 沈浪 你真是小看了忍性的裂根了 沈浪站在小船之上 孤零零的朝着失落妖母飘去 海拉驾驭着小船 海龙公主仗着剑 就站在他身边 上一次 安齐拉党魁只是一个人 孤军奋战冲向了失落妖母 而这一次沈浪好一些 整整两个人跟随他出战 就是海拉和海伦 这艘小船呢 在城堡大章鱼面前 真的仿佛是指叠小船一般渺小 轻轻一个触爪 就可以彻底地拍碎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双腿发软站不住 请告诉我 你们也是这个感觉 海拉一边驾驭着小船 一边朝着沈浪和海伦说 海拉已经非常勇敢了 但是面对着地狱生物一般的失落妖母 还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甚至四肢都发软了 海伦带眉紧锁 屏住呼吸 这样的超级怪物 他也是从来没有见过 甚至他内心也充满了恐惧 但是恐惧不丢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敬畏 但是绝对不能因为恐惧 而失去斗志 海伦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 沈浪的帆船 进入了海怪大军之中 这些海怪本能地让开了一条路 然后整整齐齐地盯着沈浪三人 这一幕真的仿佛一只小绵羊 进入不计其数的狼群之中 城堡巨大的失落妖母 充满了讥讽的目光 帮着沈浪 仿佛在等着他来送死 沈浪的小帆船 距离失落妖母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失落妖母张开了嘴 从未见过这样的大章鱼啊 刹那间简直让人作呕 让人窒息 因为他的口气里面有无数牙齿 几百万颗都不止 整个口气层层叠叠不断旋转 他的嘴巴是越来越大 最后直径超过了上百米 这已经不像是嘴巴了 而像是地狱之门了 你别说沈浪了 就连同这艘小帆船 那都不够失落妖母塞压缝的 他无数的触找就在空中狂舞 把几千米的海面完全遮蔽 地面上无数的骷髅党海盗望着这一幕 心中几乎开始默哀 安吉拉党魁粉身碎骨的一幕 就要重演了 亲爱的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下集精彩 谢谢